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祭宁为您导航 佟大川和他的战友们在一次次残酷斗争的考验下 一个个命悬一线的困境中 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情谊 在共同的生活和战斗中磨合成长 结下了生死友谊 刘大强其实他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大大咧咧 很莽撞啊 意气用事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长期的观察下来我发现刘大强其实是一个 还是非常具有这个领导才能的这么一个 可以信赖的一个人 我告诉你啊 四个小时 不许坐着 不许喝水 不许说话 你凭啥 我们的生活差异太大了 对于从大川来说太痛苦了 要对一个非常反感的人喊他师父 刘大强对他也很看不完 觉得就是一个很娇气的 学 把院子给收拾出来 对我 你使唤谁呢 我使唤你咋的 梁书记说了 我不归你管 你怪不着啊 他们俩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 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下的年轻人 在那个时代的一种碰撞 你别说 你们两个还真挺配的 真的 女的像爷们 男的像个娘们 刘大强 你没完了你 经历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擦 到了后面 两个人都从对方的身上 发现了非常闪光的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到了后期 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这种情谊是真的很深厚的了 全村都面临着被日本人屠村的危险 你还不介绍自己的错误 海棠姐其实对于彭大川来说 是一个很景仰的 因为她觉得海棠才真正像是一个 组织里派来的一个我们的领导的样子 很镇定 非常懂得统筹规划 到后来发生了一个事件 海棠姐她自己的爱人 在她的面前被执行了枪杀 她掩饰这么大的悲痛 依然在执行任务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她对于海棠的这种认知 可能升华了 对不起 照顾我听了你的话 我没有救你 她觉得这个女人就是 她其实是这么的光辉伟大 可以把自己的所有的这种小情小爱 都放在下面 给她的这个触动是很大的 吃了我的烤兔子不给钱 想留 没门 姐 姐 叫姐也不行 快走 于凤其实她是对彭大川有救命之恩的 进入到这个铁江铺之后呢 前期她跟这个刘大强特别不对 刘大强也在各种方式里 有的时候挤对彭大川啊 或者以队长的身份来训斥她 于凤就会来保护大川 刘大强 你让我会不会咬了 隔十里地 我就听见你叫唤叫唤 大川又怎么你了 你这么训练 于凤她很喜欢大川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一个很单纯的 很干净的一个男孩 出现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里面 所以大川对于这个于凤呢 一直都是有一份愧疚 觉得于凤对她这么好 甚至在自己一次次想逃跑了 犯了这种大的这种错误之后 回来还是完全地接纳她 所以一直对于凤是有这种 像亲姐姐一样的情意在的 战争考验人性也锻造人性 还请继续锁定频道追看驱小队 新推荐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